这堂你肯定是对的了解懂啊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那个塔还相当有名气啊 应该是唐朝的塔 唐朝的塔 对 塔是唐朝的塔 那可了不得 那要找了点找一砖一码的可自然了 是 大家好 我现在武清区夏武奇镇 这个是夏武奇这里的村碑 上面有四个大字 雄鹿腾飞 我今天来武清的北部是去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到这个夏武奇的三百户村 另一个 第二个我要去的地方是武清区的大梁镇 来这两个地方是去寻找两处古迹 首先呢 我先去三百户 这个三百户村就在夏武奇村的西边三里左右 绿油油的麦田 据传说夏武奇这里有一个宋代藏兵洞 据说是当初宋寮战争期间 北宋的杨家将杨六郎奉旨开挖的 总长度有八里 现在我就已经到了村口了 三百户村卫生室 我一正进入村子里面了 一会儿找一位年长者问一下 像这种古迹就得问老人 问村子里老人有可能才知道 过去行军打仗的藏兵的地儿 您知道有吗 不太知道 行行那谢谢您 刚才我是连续问了几位村子里的老人 但是对这个藏兵洞似乎都没有印象 大部分都说不知道 我今天来之前呢也是不太确定 就是实地考察一下 没想到还是真的不在这儿啊 这个藏兵洞 关于藏兵洞在三百户村里是其中一种说法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因为这个藏兵洞全长是巴黎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它的两个出口分别位于西凉庄 还有红寺村 这个说法也有待验证 等后面再有时间 我会去那两个村子看看 藏兵洞的遗址没找到 还真有点遗憾 现在我离开三百户去武清大梁镇 诶 镜头一切换我就来到了大梁镇 到这个地方来呢 我是去寻找大梁塔的遗迹 来之前我查了查 那个大梁塔的遗迹就在大梁镇中学的西南顿 几百米的地方 我现在就往大梁镇的东部走 先要找到大梁镇中学所在的位置 那个遗迹就好找了 大梁这个地方成村于隋朝末年 当时据说有梁姓兄弟二人来到这个地方定居 当时给这个地方起名就叫梁屯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个屯子被淡化了 原有的村落就被人们称为大梁和小梁 这个呢就是大梁的来历 刚刚我走的那段路 我身后那块就是大梁镇中学 从这条小径过去 前方应该就是大梁塔的遗迹了 这个堆满杂草的后面是一个养牛场 然后这里呢 还有外来的租户在这居住 这个租户大门口就是大梁塔的遗迹 您看这土地上残存着原来大梁塔的 碧玺兽石雕的遗迹 咱走进来看一下啊 这尊碧玺兽石雕也是断掉的 凑近来看 这里是它的壳的一部分啊 碧玺兽就是类似于龟的一种神兽 是龙生九子里的第六子 爱好是福仲 就是经常在寺院或者是塔的周边 驮着石碑的那个神兽就是碧玺 被老百姓俗称为王八驮石碑 就在我正在拍摄这个大梁塔遗迹的时候 有热心的租户 还有原来的村民过来聊天 这儿你肯定是对的了解懂啊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那个塔还相当有名气啊 应该是唐朝的塔 唐朝的塔 对 塔是唐朝的塔 那可了不得 那要找了点 找一砖一码了 可值钱了 是 那个大方砖呢 有了条纹 有了一钩 一钩一钩 那要是有了可值钱了 塔自己塌的 跟村子里的老人聊了聊 感觉受益匪浅 大梁塔的始建时期是唐朝时期 关于这座塔的建造 还有不同版本的神话传说 大致意思说的就是 有心人云游至此 建大梁这里是块宝地 便决定在此修建一座塔 但是修了一夜 还剩下塔尖没有修完 当时是攻击打明 神仙们是不能曝露行迹的 所以就隐去了 因此据说 这个原来的大梁塔 是没有塔尖的 原址上的那座唐朝时期的塔 到了明永乐年间 已经破败不堪了 后来在明朝时期 这座大梁塔又被重修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碧溪兽 就是明朝时期重修的 原塔是青春起祝而成 一共五层八面 总高度有二十多米 这座塔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由于年久失修 自然踏毁的 据说在踏毁之前的几日 是有征兆的 当时塔身上是往下 陆陆续续掉白灰 直到某一天 不堪重负 毁于顷刻之间 在那个年代 文物保护的意识还不强 泰亚拉的那些塔砖 都另做他用了 现在这个地方 只剩下这个 碧溪兽的残件 现在我镜头里拍到的远处 那个电动车和面包车 停靠到那个地方 据村民说 就是原来大梁塔所处的位置 好 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 全部的内容 没有找到的藏兵洞 和探访到的大梁塔一只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个视频见 我现在武清博物馆 在这个馆里 我发现了一件 特别熟悉的事物 就是现在我拍到的 这个大梁塔的模型 我曾经发过一个视频 介绍过大梁塔 今天在这个博物馆里 发现这个大梁塔的模型 对这座塔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当初天津市 地名制武清县制的记载 大梁塔的塔身上 是刻有隋唐雇物的字样 可以说 那座大梁塔最早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当年是大梁永吉斯 内部的一座塔 俗称白塔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图片里的塔 是始建于辽代 应该是属于宋辽时期的一座塔 现在您跟随我镜头 咱们离开博物馆 重新回到今年的四月份 现在镜头里拍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大梁的东南域 眼前的这片空地 当初就是大梁塔所处的位置 大梁塔是在1964年的十月份倒塌的 而现在这片空地上 所剩的大梁塔的遗迹 就是现在我拍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当初大梁塔原塔 周围的碧溪寿残件 大梁塔的原塔高度是20米 是一座高层速度坡式的砖塔 下面是有八角形的须弥座 上面是石器的八角形的塔身 再往上是半圆形的腹波 还有就是十三天巷轮 这些部分组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碧溪寿残件 是在明朝时期 重修这座大梁塔的时候加建的 可惜的是 这座大梁塔在上世纪60年代 由于年久是修塌了 塌了之后 从这个地宫里出土的铜制器皿 还有瓷器一共有40多件 其中定谣的白瓷是特别的珍贵 据说到目前为止 原塔的塔基现在还深埋在地下 好 我这个视频算是对大梁塔的 一个补充的介绍视频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下次见